你还好吗 监控妹子 我还好 啊 大电视 带他们赶快传送离开 我们需要赶快撤退 什么 我们要放弃战斗吗 这是上头的命令 直到最后一个马桶被清理干净我才会离开 你清醒一点 伙计 哦 好吧 那你们都到这里来吧 无双哥 你 我会没事的 不要担心我 尝尝我的厉害吧 救我 救我 好多猴鹿都没人来救你 什么 你无双爷爷在此 尝尝我的厉害吧 见过激光双揣吗 还有你们 走给我通通去噶屁吧 谁还要与我一战 快点 伙计们 快点伙计们 进入集装箱里面 这就是泰坦监控想要的吗 我们像诺夫一样逃离战场 他当然不希望你因为自己的愚蠢而被杀掉 好吧 我来了 来吧 让你们尝尝我这激光的厉害 哟 那也让你尝尝我打磁带的厉害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孩子 我怎么不受控制了 嘿 伙计 我们随时为你提供帮助 有需要您直升 哼 我还以为你们什么都不会做的 快点伙计们 快进入船艘 嘿 兄弟 泰坦电视的人在哪儿 别着急 我给你看看 他正在面对两个巨大的物体 他的传送能力已经完全耗尽了 我猜你可能不想看到这张图片 什么鬼 发射 有谁现在 快点 想打我 让你们自相残杀吧 我闪 哼 我在这儿呢 你无双爷爷在这儿 快离开那里 孩子们 电视人将在大约十公里内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当懦夫 就是啊 我们为什么要当懦夫 安静 大家都安静 没有一方会获胜 因为出现了另外一种拥有着先进力量的种群 他们开始摧毁我们所有人 包括我们的对手马桶人阵营 我这里收集了一些样本 供我们的科学团队进行分析 听着 泰坦监控已经走了 就算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也不会让他回来 也并不会让我们的情况变得更好 因为归根结底 我们只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目标和看不到结局的战争 在突袭开始之前 我们曾经拒绝了磁带人对我们的帮助 但是今晚他们回来了 并试图将我们从那些可怕的宇航阵营包围中解救出来 磁带人是我们的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发地觉得我们应该与磁带人合作 而且我们低估了我们每个人的真正重要性 请大家想一想 磁带阵营希望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 他们这要做是为了什么 我慢慢地开始理解他们 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初被放到这个战场上的原因 其实我们并不是为了消灭马桶人 而是为了将他们从这场神秘的瘟疫中解救出来 如果泰坦监控今天还活着 我相信他也会理解他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是谁 你是怎么敢打扰我睡觉的 看看这吧 你是谁 小家伙 哇塞 你看起来真的太可爱了吧 总部总部 前来支援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破坏掉我的玩具 OK 接下来进入剧情分析环节 时隔一个多月的时间 传奇宇宙系列终于更新了第12集第二部分 想必大家看过前面小黑配音的部分后 对本集的剧情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所以我会着重地去分析一下该部分中重要的剧情片段 首先大家在看过第一部分的剧情后都应该知道 现在在传奇宇宙这个系列中 已经不再是两个阵营间的战斗 而是出现了第三方来自太空的宇航阵营 这跟原版主宇宙的剧情走向是完全一致的 联盟阵营与马统人阵营接下来需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且在上一部分的结尾 磁带阵营还登场了一个全新的女角色 女磁带 同样我们回到本期第二部分的内容中去 而本期的主题也叫做撤退 这也就意味着 联盟阵营接下来将不会与马统人阵营再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因为联盟阵营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与马统人阵营的战斗是一场没有赢家 毫无意义的战斗 而之所以毫无意义 是因为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宇航阵营 通过无双在本期中 末尾对监控人们所说的话 我们可以得知 宇航阵营是一个来自更高维度 拥有着更先进技术的种族 而无双在本期中 也终于放弃了自己之前的执念 这里的执念指的是 他认为泰坦监控的死是因为马统人 所以他必须要铲除掉所有马统人 为泰坦监控报仇 如果自己完不成这个任务 那他就对不起已经死去的泰坦监控 这个执念从泰坦监控下线 一直到本期这十几集的剧情中 无双一直都没有放下 值得庆幸的是 在本期中 无双终于放下了自己的这个执念 他开始接受磁带阵营的劝解 他开始理解当初磁带阵营对他说的话 这里如果不知道磁带阵营 对无双说了什么的粉丝们 可以翻翻前面的作品 在这里小黑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在本期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重要的线索 第一个就是联盟阵营从无双代表的监控人阵营开始 就已经意识到了 他们与马桶人之间的战争毫无意义 这也就代表用不了多久 整个联盟的所有阵营 都会停止与马桶人阵营进行战斗 因为看过前面剧情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泰坦电视还有泰坦磁带 已经与泰坦基曼结盟了 详细用不了多久 传奇宇宙也会像逐宇宙一样 马桶人阵营与联盟所有阵营 一起联盟对抗宇航阵营 第二点重要的线索就是 磁带阵营开始下场参与对抗宇航阵营这场战斗了 起初我们大家都知道 磁带阵营除了泰坦磁带以外 他们都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 不参与任何战斗 但是在本期中我们可以看到 磁带阵营已经开始帮助联盟阵营对抗宇航阵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接下来磁带阵营也会加入联盟阵营 与联盟阵营一起对抗宇航阵营 另外在本期中让小黑我特别庆幸的是 无双终于放下了自己内心 对泰坦监控死去的执念 他终于开始为大局考虑 而不再仅仅为了个人的恩怨情仇去做事 而且在本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那就是无双说 泰坦监控已经无法再回来了 就算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也不会回来了 听无双说这句话 真的让我内心有些许难过 难道泰坦监控在传奇宇宙中 真的不会再反场了吗 不知道后续泰坦监控还有没有反场的可能 小黑我个人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是怎样认为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剧情以及剧情分析了 如果屏幕前的你喜欢这种系列的 请多多点赞支持 你的支持是给小黑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精彩内容不见不散